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就是DSE2024年的PayPal1第16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 In a bed There are 16 red cups and 4 right cups 他就說 If 5 cups are randomly drawn from the bed at the same time 他就問我們 叫我們回 先看看A part 他就說 我們找到The probability that Exactly 1 right cup is drawn 好 事不宜遲 拿單紙出來才說 由於整個關是科技佬先進 整條題目出來了 大家不用其他人 可以看著做 省時間非常方便 不要急 慢慢來 我們直接在這裏做A part 也沒有講太多 A part 好 嘩 越寫越噁心 先寫好一點 好 A part 我自己是喜歡把這些圖像化 不如我在這裡畫一幅好圖 現在他就說有個袋子 那你就當 有個袋子是這樣的 OK 有 Red cup 我當 Arlo圈著 你當是紅波也好 Red cup也好 那就是16 有16隻 另外 白波也好 或者白杯也好 那就是W 圈著他 就是乘4 有4個 好 而實際上他現在就說 把這些波也好 杯也好 在袋子裡抽出來 那麼 抽 5隻 OK 乘5 那就是意思 好了 A part 他問我們就是P A part A part 就是Exactly 就是Exactly 說實話 我覺得 就是一隻的Right cup 中文就叫做 呃 恰好 呃 就是 一個白杯 P 恰好 一個白杯 到底是多少呢 如果我自己的想法 真心說 Property 一定是一個分數 可以嗎 所以我自己呢 都會 先把分數 有分數 有分數 有上邊分子 有下邊分母 那我們現在要考慮 那我拿一支綠色筆 好嗎 那我在這裏 錄給你們看 那 我會怎樣想呢 在這一條那裏 不如我在這裏 錄個算草 好嗎 那我就會在這裏想 紅波 呃 或者紅杯 到底是 有多少隻呢 還有就是 白杯到底有多少隻呢 那我就會這樣想 OK 那我就在這裏想 那 要 exactly 一個的 right cup 是嗎 要盒好剛剛一隻的白杯 所以這裏 w的數目 就是要1 而r的數目 很明顯就是4 為什麼 因為 你抽出來的 的 數目是5 乘5 所以4加1就是5 這裏抽1隻 這裏抽4隻 那所以如果沒有任何條件限制 的情況下 那 訓母就是放 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的情況下 就是抽什麼 抽什麼顏色都可以 所以就是從20隻杯當中 16加4 對 就抽5隻出來 那 由於 它是 是 次序不重要的 抽哪隻先後 不重要的 哪隻顏色先後 也不重要的 所以下面 我都幾明顯的 一定是 20 C5 OK 從 20隻杯當中 抽5隻出來 好 至於上面 有條件限制的時候 的總數 條件限制是 什麼 就是 這裏 Exactly 1個 的Right Cup 所以很明顯 上面 就是 首先 只有 這種情況 就是 從 16個 紅杯當中 就抽4隻出來 所以就是 16 就是 紅杯當中 就抽 4隻出來 做組合 所以 16C4 OK 同 Об 同 就是一個 n 概念 可以嗎 那 那 n 概念 OK 如果在 preperity 那裏 我們見到 或者 在這裡 就是 同 的概念 英文就叫做 and OK 或者我一向 再選 那 n 概念 中文就叫做同 其實就是一個成的概念 至於一個惡概念 中文就叫做或者的概念 在Probability來說 它就是一個加的概念 我給你了 讓你自己知道 可以嗎? 記錄在這裡 好,所以現在我們首先 從16隻的紅杯當中選4隻出來 所以16是4 還有概念就是成 還有什麼? 剩下來就是從4隻白杯當中選1隻白杯 所以這裡應該是4隻白杯當中選1隻白杯 1隻 對了 所以如無意外這裡按一按機 全部這堆東西按完機 原汁原味計數機應該就會出 上面就是455 而下面就是Over 就是969 這樣就整件事搞定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去B-Part那裡 OK? B-Part 那就看看它問什麼 B-Part 它就說 叫我們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At most 最多三隻的紅杯 Draw OK? 好,拿張單案子出來才說 都事不宜遲 OK? 這次要我們做的就是 P B-Part At most 三隻的紅杯 好了 那會等於什麼呢? 不要急著慢慢來吧 我們在旁邊又看看我們要什麼 那我用一支 綠筆我繼續記錄下一些東西吧 現在就是 紅杯的數目 和 右杯的數目 我又是在這裡記錄下它 OK? 好,那我們先看看 如果你問我呢 你要符合這件事嘛 就是橙色部分 就是At most 最多 就是三隻的紅杯 OK? 那就是說 可以是零隻的紅杯 可以是一隻的紅杯 可以是兩隻的紅杯 甚至可以抽到三隻的紅杯 最多三隻嘛 At most 最多三隻嘛 那這個數目可以是零一二三吧 是嗎? 如果分別 如果紅杯是零的時候 那這邊 因為總共要抽五隻嘛 所以紅杯是五隻 這邊就是四 那這個呢 2加幾就是五 2加3 是嗎? 3加2就是5 所以他們的數目應該 零件數目相對就是這樣 5、4、3、2 好,那我們就是要這堆 OK? 但是呢 真心說 除了這堆之外呢 我先割開它 在這個世界上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 就是怎樣呢? 重複 我們是想計算的是要這堆 的數目 OK? 但是呢 我不直接計算 因為這裡有很多個個案 有一個快點的方法 我拿一瓶 呃 圓筆 好嗎? 拿一瓶圓筆 我會看到呢 紅杯的數目 在這個抽杯的過程裡面呢 除了可以有0、1、2、3之外呢 還可以是抽四隻的紅杯 甚至五隻的紅杯 雖然 我們現在要最多三隻的紅杯 只可以抽到最多三隻的紅杯 但是 我不要四隻紅杯 我不要五隻紅杯 但是世界上可以發生這些事的嘛 我不要 對了 我不要就一減它 所以簡單來說 這裡就是四一 這裡就是五零 是吧? 那就是說 只要我將一減我不愛的東西 就是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裡就是一 再減不愛的東西 不愛就是這兩個的Properity 是吧? 首先考慮第一個 就是四一 很面善啊 四一 有沒有發現 就是現在說的是 這個情況就是四一的意思 就是抽四隻的紅杯 還有還有 還有一隻的紅杯 其實正正就是 Exactly 一隻的紅杯 就是 跟APAR的答案一樣 看到嗎? 這個根本就是 黃色的情況 看到嗎? 所以這個Properity 應該就是在APAR計算了 所以這個呢 我就馬上記錄了 就是一減 455 然後再重複回 就是969 OK? 就是這裏 好了,我把描述給你 這個很明顯就是黃色的APAC的答案 好了,再減回 好了,還有這個 就是這個情況,就是50 50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5隻的Red Cup,0隻的Right Cup 所以,我用圓筆寫給你,好嗎? 這個情況,就會是... 算了,用藍筆算了,不要搞那麼多 好了,這個應該是一個分數 所以其實下面很明顯 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的情況下 有Total的數目 就是20個波裡面 16加4 16加4這麼多的杯子裡面 就是20個杯子裡面 就選5隻出來 沒有任何條件限制去選 所以這裏也很明顯的 也是20C5 剛才我也解過了 跟這裏沒有分別的 OK?就是20C5 那上面這裏呢 就是有條件限制下的數目 這次我們要放的就是... 我拿個藍色,好嗎? 就是... 我們要放50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就是... 我會放五個... 應該這樣說 從16個紅杯當中 就選5個出來 所以就是16C5 還有... 還有... 就是一個N概念 就是成概念 還有什麼呢? 就是... 從4個白杯當中 就選0個白杯 所以這裏呢 就是4C0 好了... 所以... 沒有意外呢 這裏呢... 就是... 其實我自己... 正在做的就是... 藍色的可能性 我還給你了 OK? 那... 原因是... 都可以寫給別人的 因為... 黃色的部分 455 over 969 你可以告訴別人 就是... 由於... 就是... A 就是我用了A部 OK? 所以... 其實在這裏 1 再減回 這個就是... 照抄的 就是455 再... over 969 再減 有沒有意外 後面這東西按機 16C5 再乘4C0 再over 20C5 那... 如無意外這裏 就是... 91 再... 就是... 323 好了... 所有東西全部按機 一鋪過 就是... 1-455 5 over 969 再減91 over 323 所以... 最有答案 應該就是... 呃... 2-4-1 2-4-1 就再over 969 那... 正確答案應該就是這個 OK? 就是9-6-9分之 2-4-1 OK? 好! 終於搞定 那就測試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可以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 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好! 那就...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